哈囉大家好我是TZ 今天的Vlog我想來做一下炒烏肉麵給大家看 但老實說我其實沒有自己做過 所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嘗試 為什麼想要自己做呢 是因為現在我在德國嘛 有些餐廳就只有接受外賣 所以你要買就從外賣買回來自己吃 要嘛你就叫外賣送過來這樣子 但如果要外賣送過來就超貴的 基本上像假如餐廳低銷是大概16-17歐元左右 也就是台幣500塊左右吧 所以你就必須點這個以上才行 更重要的是它料理也很貴 我點一個炒麵一個炒飯 就差不多20塊烏龍左右了 就是台幣650塊左右吧 所以就是非常的貴 所以自己做料理在歐洲在德國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因為呢我很久沒吃炒烏龍麵 我真的非常想要吃 所以我就買了那種生的烏龍麵 應該就是在這水裡面煮一下 然後就可以炒了吧 那今天在德國裡面的材料呢 我有一顆蛋 我昨天用剩下的半顆洋蔥 還有這個是雞胸肉吧 但是它是切小片的了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再稍微切個 更小片一點就可以下去炒了 那至於最重要的調味呢 我這邊有一個炒麵醬 就是市面上可以買到的焼きそば 去可能百貨公司或是全聯應該有賣吧 這種炒麵醬你就可以當作一個調味 我真的我也沒試過 所以希望會成功吧 那我們就先從煎蛋開始 這真的是我的頻道裡面第一個 第一個料理節目 真的很新奇 首先呢先把蛋汁攪碎 好不對我們先把這個水加熱之後來煮烏龍麵 順便把這個沙鍋子拿來加熱 真的要在德國生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現在要會煮飯 不然你就餓死了 但等水滾的同時呢 我們來切一下洋蔥好了 首先我在我有在YTB上面看過有煮 所以應該不會太失敗吧 喔對了德國這邊啊 德國這邊都是這種電子爐 所以火要稍微熱一下 我錯了洋蔥要先剝皮 洋蔥不完皮了 等一下之後就可以開始切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會不會在這邊跟大家講什麼做料理 洋蔥切成小小的碎片 對差不多是這樣吧 應該很完美 這種剩的烏龍麵 其實大家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我比較推薦的是 台灣有沒有在賣冷凍 戰棋烏龍麵那個真的比較好吃 水滾了之後 我們來加一下烏龍麵進去 接著呢把它已經上好 已經熱好了鍋子上 這次我這是什麼油啊 葵花油 葵花油 我上點葵花油上去 我這個廚房真的蠻小的 你看我這樣擺一下東西 一下就滿了 然後我現在把鍋子熱了一下 把那個油熱一下之後 在我的蛋汁裡面呢 會加上這個 達西 中文應該是柴魚粉吧 加上柴魚粉上去 加一點在蛋汁裡面 應該蛋會比較好吃這樣 喔好像加太多 在歐洲這邊的電子爐 烤這個火真的很難烤 之後就是要把這個散蛋呢 加進冰淇果裡面讓它煎 這個煎的時候要把它稍微 弄散一點 好香喔蛋的味道 散蛋是這樣散的嗎 我真的不太知道了 這個切不斷 稍微 煎個七八分手吧 就可以拿起來 好 差不多了 我們把蛋 先倒到另外一個盤子上面去 再重複加點 加點橄欖油進去 不是橄欖油 這是葵花油 再要煎第二個東西的時候 我的麵應該差不多已經 快好了 等一下我先煎第二個東西好了 再來要煎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你的肉片了 有點爽啊 腳亂了 我先把這個麵弄起來了 因為它好像快爛掉了 麵呢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濾網 然後把 因為我這邊可以沖冷水 這邊水沖出來很冰 應該差不多 10度左右吧 然後就可以把麵很快的冷 冷卻 讓它不要 不要爛掉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 麵倒進去冷水裡面 現在把那個 麵 稍微 冷卻一下 這裡也稍微把肉處理一下 把這個肉呢 稍微用清水洗一下之後 它洗完之後 就一個一個把它呢 放到 冷鍋裡面 等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 有點太大了 這個火太大了 真的是有點爽嗎 現在我就要把這個 把這個肉稍微煎一下 火太大了 這個火太大了 火太大了 火太大了 呵呵呵 怎麼辦呢 肉炒了差不多之後呢 就要把洋蔥加進去了 可以把洋蔥跟肉炒一下 接著我們來調配一下這個 醬料跟水的比例 其實我不太知道 我就大概 1比3嗎 1比4 不知道這個醬其實還蠻濃的 我試看看 這邊 原本的醬大概這樣吧 看一下水 那是不是太多了呢 這樣子嗎 這樣子應該可以吧 這樣子吧 洋蔥跟肉炒差不多之後呢 就可以把麵加進去了 之後呢 一樣把這個 醬汁稍微加進去 這樣子 給它攪拌均勻一點 肉味道會不會太淡耶 這個剛剛那樣比例 放上它 煮一下 炒到你覺得它差不多快炒好的時候呢 就把剛剛炒的蛋加進去吧 我其實是想要加高麗菜進去 但是 我這邊買不到高麗菜 我也是還很困擾 所以呢 就將就的 將就的吃飽了 試試看味道 來嘗第一口看看 味道太淡了 再點鹽進去好了 可能有點 炒太久了 它這個麵有點 軟軟的 可惡啊 再吃一下看看 比較有味道了 我剛剛加了一點這個 炒麵醬進去 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這就是我的 Final answer 好啦 那我的晚餐就是這個炒烤肉麵 跟 分打汽水 我剛剛就在看這個日本人在 做這個 炒烤肉麵 他講中文是不是 所以你要用的時候直接 還蠻不錯的 好啦 總之我來吃看看這個口味道怎麼樣 其實還不錯耶 沒有到太難吃 還可以吃得下去的感覺 沒有到特別好吃 好啦 總之這就是今天的烏肉麵挑戰 挑戰 一半成功一半失敗吧 嗯 最近呢 我在上傳一些 我去年在日本拍的一些影片 終於有時間可以剪了 而且我現在在德國 就是都不能出去嘛 現在學校也在線上上課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還沒很多時間 可以剪影片的 所以呢 請期待我日本的一些Vlog影片 非常的有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下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下面按個訂閱跟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